花蓮慈激医院是期守了尖端医学 自体骨髓兼职干细胞的治疗脊髓损伤申请计划 获得了全国首家通过了卫福部的核准 可以应用在临床神经损伤疗法上 协助病患逆转困在轮椅上的人生 慈激医院9号的上午特别举办了成果发表会 分享干细胞治疗的领先研究 也期望能够突破现行医疗上的局限 为病人找到新的契机 县长徐振卫表示过去脊椎损伤 患者多需要终身依靠轮椅行动 现在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 未来有机会让患者以及家庭重新逆转人生 并获得更好的生活品质 而此际常常是很多尖端医疗 而且是稀有的诊疗的部分 是让很多人有一线希望的地方 人家说黑暗中的明灯 大海中的慈航 我想实际代表这样的一个明灯 一个慈航 一个希望 那在申科上面我想是现在整个很多的 很多的案例或者是很多的臂力 是以前从来没有看过 但是透过申科不断的研究 不断的在跟我们食物面医疗界不断的研好 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创举 华联慈激医院院长林兴隆也提到 在特管法修订颁布后 慈激是首家提出申请细胞治疗计划的医院 也是第一家通过脊髓 兼职干细胞治疗脊椎损伤的团队 这个科技实际上我们尤其神经科学的 我们在动物已经努力了三十年 它是第一个得到政府药证许可来做的 这样子的一个病患 而且效果也还不错 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医学中心就是要不断的创新 来帮助这些苦难的难症绝症的病患 最有再生医学 我们希望在花莲 个案是在六年前一场测祸当中 造成胸椎第五六节 鸡嘴损伤 胸部以下的瘫痪 去年特别来到花莲慈激医院 接受肢体骨髓兼职干细胞回溯手术 在积极复健下 到现在已足部可以控制腿部的一部分 复健比较能感觉得到 就是自己能控制松下肢的移动 就是当然膝关节还没有办法 就是宽骨宽关节这边 能够稍微控制一下往前往后 往左往右这边 对 所以我觉得 现在时间才过了一半 对 然后还要继续再加油 根据中华民国脊髓损伤联合会统计 台湾脊髓损伤人数将近3万人 平均年龄为27岁 花莲慈激医院神经医学科学中心主任表示 脊髓损伤弱势传统治疗方式就只剩附件 但是单靠附件达到的进步是非常有限 花莲慈激医院积极推展再生医学 通过胃腹部的脊髓损伤细胞治疗 提供病人恢复的一线气急 人生必转胜 记者临见 花莲慈激采访报导